念经宵夜,摘清夜了。 今天是中元节,师父前几天讲了, 这几天你们大家要多念经,多诵组合。 中元节在佛法界称为于兰盆节, 每年的农历七月份是孝亲月, 农历七月十五是超度亡人的时间。 你们很多人经常听到师父讲, 某个亡人超度到阿修罗或超度到天界, 在地府的亡人,他们想要离开地府或脱离地狱的刑罚, 通常都需要他们在世的亲人眷属来帮助他们做超度的事情。 讲到这里,师父再多讲一点灵界的事情给你们听, 因为师父要让你们知道, 灵界是真实存在的, 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。 你们看不见, 不等于不等于不存在啊。 师父讲佛法是明阳两立, 你们以为只有你们在听师父讲法呀。 师父告诉你们, 听师父讲佛法的还有灵界的众生, 他们虽然只有灵体, 他们来听师父讲佛法, 他们比你们有些人还要守规矩。 所以师父经常讲, 让你们多慈悲每一个众生, 包括灵界的众生。 师父讲的慈悲不是让你们去跟他们讲话, 而是让你们用慈悲心去超度他们。 灵性能到你身上, 一般都是跟你有缘分, 要么是你欠他的, 你欠了他的, 你就要还债, 你不还债, 他就会给你颜色看。 举个例子, 你在人间欠了别人的债, 别人一样会不停地向你要债, 你一直不还, 他就会不停地找你的麻烦, 因为你欠他的, 所以他就要弄你。 师父弘法利生, 利益的是一切友情众生, 是明阳两立。 师父讲佛法, 肯恶的灵性, 他看到师父, 他也要理静师父, 因为他们有五通, 他们知道莲花童子, 红法是明阳两立。 讲到这里, 师父再跟你们透露一点, 你们知道心灵法门的护法, 为什么越来越多? 因为有很多灵界的众生, 就是受益于心灵法门的大善法, 而得到大救度。 他们为了感恩观心菩萨, 感恩师父, 他们在得到超度, 到了天上以后, 他们去请愿来做心灵法门的护法, 他们为修心灵法门的万千佛子, 护齿修行。 所以, 师父跟你们讲, 很多时候, 表面上看似你在帮助别人, 而实际上, 你的慈悲, 你的付出, 最后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上, 最后受益的还是你们自己。 用忏悔心, 慈悲心, 真诚心去念经文组合, 经文质量怎么会不好? 经文质量不好, 就是你缺少忏悔心, 缺少慈悲心, 缺少真诚心, 你缺少这三种心, 你又怎么能念出质量好的经文组合?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, 我们做人做事都要用心, 用心念经还债, 债清业了, 你不用心念经, 你的业一直消不掉, 道理就这么简单。 师父在自己的桌子上写了五个心, 借免自己, 师父今天拿出来分享给你们。 揭开式要静心, 念功课要用心, 对诸佛要恭敬心, 对众生要慈悲心, 对自己要无我心。 师父简单讲给你们听, 师父接开式要静心, 就是为了把佛法更完整地记下来, 因为师父要对你们的慧命负责。 普光功德山佛的法音开式, 师父希望完整地接下来传达给你们听。 念功课要用心, 师父自己的功课也要用心念, 因为功课是必修课, 犹如你们每天要吃饭, 吃饭是为了养护色身, 如果不按时吃饭, 时间长了, 色身一定会出问题。 色身出问题, 你在人间很多事情都做不了。 我们每天的功课是修心修行的根本, 也是弘法立生的基石。 师父用一壶水举例子, 每天做功课, 这壶水每天都在加热, 你总有一天会把这壶水烧开, 这壶水就相当于你的能量。 你的水没有烧开, 你的能量就小一点, 你这壶水烧开了, 你的能量就会很大。 弘法立生一定要有能量, 你没有能量怎么救人。 对诸佛要恭敬心, 我们还在人间, 我们还有肉身。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向佛菩萨学习。 所以, 我们应该以恭敬心供养诸佛, 对众生慈悲心。 我们是学佛人, 是修行人, 对一切友情众生, 当以慈悲心为之, 就是应该以慈悲心对待他们。 最后一个, 对自己要无我心, 就是对自己要无我。 师父经常讲, 师父心中没有自己, 只有众生, 这就是无我, 无我才能利他, 把心中的我拿掉, 把心中这个我修掉。 没有我, 多为别人着想, 多帮助他人, 多度人向善, 你就是菩萨。 菩萨就是以众生心为己心, 菩萨没有自己, 所以菩萨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。 好, 时间关系, 师父先讲到这里。